工作养家同时兼顾幼儿托育品质 是许多新手父母们最大的挑战 相较于收费比较昂贵的私立幼儿园 评价、友善、专业的公幼 已经成为现代父母们优先考虑的对象 为了满足家长们的托育需求 台中市积极推动公幼倍增计划 透过盘点诠释公有房舍、校舍余育空间 配合老旧校舍拆除重建 社会住宅预留规划 活化学校空间教室等方式 加速增设公有 原定规划108到111学年度 扩增公有化幼儿园至少180班以上 如今已经扩增214班超额达标 台中市推动公有倍增最大的原因 就是希望让孩子能够快乐地成长 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形态 以及更多元的教育环境 幼儿园是孩子探索世界的第一站 更是双薪家庭的强力后援 台中市政府公有倍增计划 让年轻父母赶生也养得起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 Ross